哈喽 老师 哈喽 来 请入座 狂野 姐姐好狂野 又落下了一些耻辱 很羞耻 我们把指甲卸掉 我们卸完了 一会儿睫毛就开始拔了 洗脑的是吗 洗脑游戏 告诉我们现在 我接 我继续拍 要选六 能答应吗 一必是马上行动 上会火就会火 会火的小朋友 小朋友也是 不动 上会火就会火 会火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吴靖妍 好 然后我们一上来 先有个热身游戏 开开法 玩一下这个 尖叫小鸡特效游戏 通过发出声音 让小鸡前进 音高让小鸡跳得越高越远 看看靖妍能通多少关 我要开始啊 门 Get上去了 移步没走动 可能你要对着 海远对近一点 来我就这 我愧了 动机了 来 不要动场 好好的 开场结束 洗脑的是吗 洗脑游戏 真的热身了 你在复仇这条道路上已经是下一步了 如果魏英诺 薛芳菲和梅林 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 给他们起一个团名 美度杀 美零杀 又美又毒又杀 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复仇的角色 我觉得这种角色已经 他们的DNA印在了我的骨髓里了 是这些角色在影响着我 告诉我 接 给我继续拍 真的要复仇 接 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次复仇的时候 你都会去一个地方 之前是真舞堂 这次是红炉寺 那个场景打卡 横店那个地方 经常在横店拍戏 有没有会遇到 上一部戏可能在这拍了 下一部戏又来到这儿 时空倒转 我经常跟薛逸说 我说这个戏 我们之前拍末语的时候 但是还没播 我说在这儿 这是一个那种沙沙的 里面全是真女的 都穿着那种沙沙的衣服 这很诡异的一个场景 在这儿拍了三部戏了 在这儿演了三部戏了 慕容景哥坐了那轮椅 我上次面无双也坐了 就同一个轮椅 你知道吗 这很好笑 就是每天都在那个 场景里面穿梭 之前也有经常许愿所想拍打戏 终于实现了 许了六年 许了五年多 所以这一次给自己的表现 满分 我觉得蛮帅的 现在虽然没有看到 后面还有高光打戏在后面 我会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那个的是 拍了很多些打戏 他永远就剪那个精髓 会剪得很快很快就闪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拍完打戏之后 会不会疯狂炫耀自己的努力 就是私下跟朋友 就是时不时来两下这种 没那么好 精神重的还没那么超前 但是我会在他们还没看到 春花燕的时候 我会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拍打戏太帅了 等到时候我会帅帅 帅翻 确实都被我帅到了 评论区也有清一色的粉丝在评论说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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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这样叫过你吗 之前他们想叫 但是都克制着 这次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控制不了一点点 对 包括昨天在盛典的时候 大家都说老公抽我 当时你听到的时候 我想过你们会挺疯癫的 没想到这么疯癫 不过我的死活 所以你对于这种 吴景岩梦女粉有什么看法吗 挺好的 我也觉得我挺梦梅林的 我觉得她会很帅 网友也有说 你长着一张倔强的眼 说你适合演在淤泥里 打滚的这些角色 对此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有点苦 苦命的我 倔强可能就是来自于 首先她有苦 还有苦难 但是在苦难中 她要不屈服 要敢于反抗苦难 每个角色 我觉得苦都得精明一遍 尤其是精神上 尤其是身体上 那你想不想演一些甜甜的角色 甜甜的 也可以啊 甜甜的赛道 来我们今天试一下 就来点反差小福利给大家 甜甜的说几句土味情话怎么样 最喜欢说土味情话 还有那种甜甜的呀 这个赛道终究是闯不进去啊 从今往后我只能称呼你为您喽 因为你在我的心上 我们再来一个 你不是很喜欢粤语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广州人 真的吗 特别亲切听到你说喜欢粤语 是我今天准备了粤语的土味情话 比较甜甜的表达吗 可以啊 珍珠 珍珠 珍珠是吧 对消珠 珍珠 消珠 奶油珠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嗯 看得懂 珍珠 小珠 奶油珠 你姓我呢 比比珠 珍珠 小珠 奶油珠 珍珠 小珠 奶油珠 奶油 你是我的 比比珠 珍珠 小珠 奶油珠 你是我的 宝贝鱼 我觉得我那版 更好听 大家能听得懂 珍珠 少珠 奶油珠 你是我的宝贝鱼 你跟刘雪姨老师 在生活中 是怎样的精神状态 我很羡慕他那种美好的状态 他觉得我很抽象 搞笑抽象 但是他是那种 脖爽式的精神状态 你不要被他捏住什么把柄 他会捏住了 对你死死不放 好 那么问题来了 昨天我们采访 刘雪姨老师的时候 他给你留了一个任务 让锦言给大家唱两句 那个Beautiful Love 太精彩了 你们听他唱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念念不忘 到处宣传 只要被他抓住了跟你说 他就不会放过你 我怎么不给我 给我留给他的任务呢 来不及了 留给下一句谢谢他 一会一会留一个 不管他又没什么宣传 就再会火 他在回答吗 刘雪姨总会再回来 坐在这的 提出我当时 出发言的时候 留给他的问题 好烦啊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的那个问题 我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俩在那种感情信念 当时没有任何歌 演着演着那儿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脑补 自己用口头上来清唱OST 然后就会对着他在那唱歌 那是我为梅林和琴和沛配的BGM 大家也有说离了春花燕谁还把我当成年人 所以你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宏观一些话呢 有啊比如说吻戏啊 春花燕的吻戏 其实没有那么多 但是常常都让人记忆深刻 他不来就不来 一来就让你让你记住 所以你觉得春花燕的吻戏跟其他戏的吻戏 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也说你是CP圣体 对于这个说法怎么看 没有我觉得没有还继续努力呗继续努力 继续让大家磕 磕继续磕 我觉得就是好看的情感关系 看剧本我也自己很磕 对我希望把自己磕的这种 对于文字这种磕啊 也通过创作带给观众们让大家磕起来 那你怎么看待大家磕CP这件事情 我特别喜欢看大家那种混战 就是那种混乱 混乱CP 极脚练互磕 而且观众会给我们很多东西 有到的惊喜 就你没想着这个东西 大家会很g得到这种点 那如果有机会 让你给春花燕设计一些周边的话 你会怎么设定 雷波神 雷波神 那春花燕同款雷波神 拿去干嘛笑 想着我们呀 看到那条神就想起我们的剧 好 然后我们会否有个神奇的答案就是 破碎了已经 文学义什么时候再来恢复 我要给她提问题呢 我会演甜甜的 我的下部戏还是不是复仇赛道 以后再处理 就以后再说 那也是放放呗 那是让我去演甜甜的 甜甜的什么剧呢 干各种各种朝代 谈着甜甜甜的恋爱 不要跟仇恨有一点的关系 是让我去这个赛道吗 陈田喜 你必须马上行动 放下复仇 我要恢复甜甜甜的那个了 陈田喜 那让我马上行动了 下一步啊 下一步 那如果重生之吴景岩在会火上班 你会想要去哪个岗位做 提词提录的热搜词那个部分 天天上面说 对 天天给我自己的项目什么的 弄点热搜词就提词那个项目 那你自己想给自己张什么词最近 我最近的 说三个吧 春花院破碗 想让她赶紧马上破碗嘛 然后吴景岩进入了 进入了纯纯的赛道 尘埃赛道 还有一个呢 抽象 抽象 我还带着一个任务过来 之前在一场活动的时候 我们有个同事跟你约了饭 姐姐我想跟你一起吃 是谁 可不景岩今天约上饭了 是本心 当主持人问到景岩 大家有没有提起麻烦 上运心了 麻烦了 本心大胆弱了 姐姐我想跟你一起吃 最惊喜的 最惊喜的 最常识还被结认出来了 好美啊 关注到了我 我只关注到了我 答应她一起吃饭 没有答应吗 没有 还没有答应呢 小雪 小雪在哪里呢 听说你上次是喊话 跟我一起吃饭的人 想让我答应你吗 下次当我面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 我就是那个喊话 喊话你跟我一起吃饭的小雪 让我看到你好吗 拉扯吗 你觉得 拉扯 拉扯 拉扯系不是白眼的 哈喽 惠火的小伙伴们 我是吴景岩 来我现在在做惠火的采访 我有个愿望 就是给春花眼提词了啊 提词了啊 冲绑冲绑冲绑 冲上话题热搜榜 No.1 好的 那我们 真正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给节目打个罢 打个罢 结束了 惠火下班了 拜拜